談到就是您的部分他說就是一次可能是有一些想法 但是兩三次可能是背後的那個動機不單純的 是不是可能是跟下一屆的部分區有關這樣子 他最近在節目上是這樣子 這個其實我覺得不需要有這麼多的傳測啦 那麼我這一屆的部分區主席是吳敦義大家都知道 那我也很感謝吳敦義主席 那麼我也沒有打算要選區域立委 也沒有打算要爭取下一屆的部分區 所以呢謝謝大家不管是關心也好或者是擔心也好 我強調這現在是一個國家非常重要的存亡關鍵時刻 國民黨的責任非常的重大